剪云流年 情之翩翩 闻逢望月 舞动人间 少年心堆 灵弯故意 左右千山伴水 朝起 江山举阵带回号的笔 离秋冬 终归埋怨春丧 那将来从万山中 山势金鱼将流动 中山如龙渡邪伤 欲扑巨浪成长风 江山向胸目向攘 新生争夸天下庄 清皇宫赐一黄金 战起重重至今王 回禀大人 曹国公世子李锦龙 李少将军 已到了开封 大人今晚在布正市衙门设宴 为邵将军接封 也请两位大人一同作为 邵将军回了开封 正是 李锦龙 李锦龙要去赴宴 是 布正史寺下的清帖 暗查司 都司 樊齐品以上的官员 都要过去 就是说 今晚城里的各处衙门 都无人主持 是 那朱四郎呢 他去不去 清帖上 没有他的名字 公主 朱四郎不过一个小棋 李锦龙会和一个小棋 平起平坐吗 我问过李锦龙了 他说 他是徐达的一个远房亲戚 这回是撞了徐达的墓中 到草原双混军宫去了 明白吗 这就对了 换了别人 敢在仲教面前那样喧哗 怕是早就被砍了 嗯 他是这次徐达明运护送 我们去南京的人 咱们要出这个驿馆 他这一关一定要过 来了 世子 哎 哎 井龙河的何能 让各位大人在此相迎 岂不折煞了晚辈 有什么担不起的 世子少年英雄 乃我大明朝的 霍去病冠军侯啊 是啊 是啊 少年英雄 来 请 请 请 世子请 徒大人哪 怎么还没有拉 这可下官不知 还不快派人去请 是 你去南京 把这个交到胡相手上 今晚就走 好 是 照顾 这可不赃 你走 啊 我老坚 你去吧 还不赃 五十匹 一个寻常的探子 有无量赏银就不错了 也许 瞧瞧 瞧瞧你这身价 师父 你就别拿我天不开心了 好好好 不说了 不说了 走 咱们出去 去哪儿 天心 瞧 找个地方 咱们吃顿好的去 你 师父 师父 你 燕王殿下 殿下 玉佩还我 玉佩 什么玉佩啊 殿下 还说没有 这是什么 殿下 这是老纳的酒钱 殿下 这是老纳的酒钱 殿下 徒儿 跟师傅吃饭去 朱四郎 这夜市真不错啊 这里是东西大街 开封里最热闹的地方 再往前走 再走两百步 拐到对着曹门的那条街 就没这么多人了 你来过开封啊 看你对这儿挺熟的嘛 坏了旁人 还以为你是开封的人呢 对你们而言 这里是大明朝的北京 可对我而言 此地却是我祖父 大人尹川王 查韩铁木儿当年开府住节之所 这里的一点一滴 一草一木 父王和母妃 不知道对我讲过多少次 大元尹川王 你们的河南不正史司 便是我祖父当年的王府 来 世子 我敬一杯 来 朵大人 世子请 都停了吧 停 行 杜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即使你要给世子献宜程 也不该挑这个时候 大人 您误会了 这并非是本官献给世子的宜程 这不过是本官的饭钱而已 请 站住 烦请通报世子 就说道远求见 饭钱 什么饭钱 正要问大人 今晚酒宴的花销 请问是何大人您自己的俸禄 还是翻台的公堂 你 何大人 老徒 您是喝醉了酒还是吃错了药啊 这个是曹国公世子 本官乃是提刑案查室 这酒和一省的风济 也是在下 职责所在 你 何大人 уд 那先 如果在家宇都不算反安 张总盈 好 那也是 Roman 我等一下 这个臆则说吃饭了 对 现在link z Johnson 随魏国公北伐之时 曾经铸杰开封 下官回京之前 家父再三嘱咐 说开封府里的一干官员属地 大多都是当年随他北伐的旧部 还要下官务必要一一探望 下官是晚辈 虽说这酒宴是设在何大人的府衙 可这一干滋费 都是下官自己处的 与众伟大人 无关 世子 这如何使得 孙指挥 这如何使不得呢 大人 外面来了两个和尚 法号道爷 说是世子的客人 世子 确实是下官的客人 快请进来 是 世子 大师 你怎么来了 小徒肚子饿了 听说世子在此 想着怎么着也有点点心垫垫机呀 大师还真说对了 你看 这儿 可不正是化缘的地方吗 请 好 好 好 我两下来了 可以啊 再来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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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势了 回去吧 有难 四郎兄弟 这是什么舞啊 看不懂 门舞啊 好 太跳着了 太会跳了 可以啊 行 可以 可以 我 我也会 四龙兄弟 你上过去比划比划 不不不 来来来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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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来 我看看就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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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啊 好 很轻好 最好 好 再来一个 可以啊 那是 这是我家的舞 那边我们要腌制的 我们去那边 李武 世子 怎么了 他们说 他们是奉图大人之命 色慕人 一概不许出城 色慕人 大师身边的那个小沙迷 不就是色慕人吗 带上 行了 我知道了 拿上我的名次 去见孙子会 是 走 驾 驾 开门放人 大人 图大人有令 色慕人 一概不许出城 别人可以 唯独他 不可以 千护陈镇 参见世子 怎么还不开门 图大人 图大人 图大人昨天晚上也去了 藩台大人的府邸赴宴 那时 这位小师傅就在酒烟上 他若是奸细 图大人不早就把他抓起来了吗 开门 放人 走 开门 驾 把他抓起来 走 1919号 请问 哪位是李少匠将军 我是 是 标下奉秦王殿下王命 在此恭候福黎公主 有劳大人了 四郎 公主给你的 大师 老爷不见客 什么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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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服了药 刚睡下 大师 您不能硬闯啊 应在前厅等候 大师 大师 好了 好了 老爷刚睡下 大师 大师 夫子 夫子 道演 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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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离完呢 不许吃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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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这么毛毛躁躁的 谁回来了 燕 燕王他回京了 燕王回不回来 与我何干啊 阿哥 看来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看到姐姐 凤冠侠佩的样子了 你这小丫头 你看我不教训你 大姐 杀人了 你站住 别跑 大姐 大姐 冷静冷静 你让开 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训教训她 大姐 算了算了算了 你再胡说 都是你最爱吃的菜 小厨房刚做出来 来 还愣着干吗 赶紧吃 吃吧 吃吧 没胃口 有心事 到底怎么了 快说 大哥 宋师傅在大本堂的时候 给臣弟讲过 诗之风雅宋中 三宋不如二雅 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何也 十五国风者 几者歌其事 老者歌其事 官之可知民间疾苦 老四 你是不是在外头 听到什么了 陈帝 在开封的时候 听到了一首凤阳的花骨字 说凤阳 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 十年都有九年花 四 四郎 四郎兄弟 四郎 四郎兄弟 放肆 那是燕王殿下 燕王 凤阳 四郎兄弟 燕王殿下 殿下 燕王殿下进来了 让他进来 传递参见太子殿下 国子剑学生铁炫 拜见太子殿下 是此人吗 正是此人 有劳张大人 带张大人下去 说吧 把你和我讲过的 都说出来 是 禀太子 燕王殿下 一年前 学生与一干同侪奉命 到淮西 河南 实习历事 所见所闻 触目惊心 弘武三年 陛下大丰功臣 赤丰之功 侯 伯爵 所赐熏田 皆有定数 然 学生 在凤阳怀西 亲眼所见 侯侯纵容家人奴仆 一世甘金 一世甘金 千夺田牧 宜成寻常之势 其 拒民田 而为私产 亦百姓 如实奴仆 百姓稍有不满者 轻刑 鞭驰家神 重则 毁家杀人 陛下曾有明诏 令各地有私 则民间高年老人 公正 可认侍者 且为乡黎老人 凡有官员横行不乏者 许 乡黎老人 代本乡民众 付府 赏 经师举发 数年来 凤阳怀西的乡黎老人 屡屡夫妇 升上高 各公侯府 竟派出家丁 拦路劫杀 横死路途者 不知凡子 学生与几个同侪 故人将百姓受此荼毒 遂 相约 赴京师上高 请我们是援兵探子 一路乞计划 一路乞计划 学生无奈 只得扮作一个小沙迷 一路乞计达会庆 若不是苍天有烟 让学生遇到了燕王殿下 只怕学生这条性命 也早就丢在了开封城里 同意 这是学生和几个同侪 还有奉养数百名百姓 千字画鸭的诉状 请太子殿下 还凤阳百姓 一个公道啊 先起来吧 来人 殿下 朱仙到了吗 已经在外面等候了 宣 是 陈朱仙参见太子殿下 燕王殿下 起来吧 谢殿下 此人 涉嫌一桩凤阳的案子 有人说他是人证 有人说他是人犯 究竟是人证还是人犯 姑也不清楚 姑现在把他 交给你们清军左卫 好生给姑 照看着 若出半点差错 姑唯你试问 标下礼命 下去吧 下去吧 你带回来的朱仁 若出半点 在哪儿呢 在外面 去看看 起来吧 我听燕王说 你是他的过敏兄弟 是 不是 那个 陈 标下 我 你姓朱 我也姓朱 从此之后咱们就是亲兄弟 这话谁说的 怎么着 敢说不敢认了 有什么不敢认的 你朱四郎就是我的兄弟 不过 殿下也说了 兄弟 虽然失忍了 可这 可这爹还是得个人个的 废话 倒是一个实乘的汉子 朱能 标下在 估给清军都卫府 打个招呼 从今日起 你编入清军左卫 敬畏百户 谢殿下 先别急着谢恩 姑有事要交代给你 把你们的左卫指挥副使 朱仙 给姑 盯紧了 他什么时候出的宫 去了什么地方 见了什么人 给姑 一一打探清楚 怎么 没听见 听见了 不明白 臣明白 下去吧 好久没骑马了 陪姑 抽车 走啊 大哥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起码可厉害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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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你是怎么遇见他的 老衲自然可以将他引荐给殿下 但殿下想要答应老衲一件事 说 日后不管谁提起此事 殿下都要说是自己壮件的小徒 千万不要提起老衲 是 臣弟自己壮件的 在开封的时候 臣弟去大象国寺礼佛 那里的枝克僧人太过势力 我看到铁血和同行的僧人 传得破破烂烂的 里门都不让进 我当时性子一着急 就骂了口娘 还提起了父皇 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大哥 那凤阳的事 对了 这次随军 去有多久 间间化后 差不多三个月吧 三个月 大本堂的功课都落下了 大本堂的功课都落下了 别再乱跑了 留在宫里好好读书 对了 十二弟进大本堂了 他比你老实 就比你老实 他只是比你老实 这年纪越大 性子越来越野 我说过 十二弟就交给你了 从现在起 他逃课一次 我就罚你一回 怎么 没听明白 大哥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插手这事儿 我是怕你丢人 你可别忘了 等徐叔叔回来 你是要娶徐家大丫头过门的 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的女诸生 你不把书读好 我怕到时候 你在媳妇面前抬不起头来 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 你写信问问图结 一个提刑暗插使 一个都指挥使 管着一生的行员 一程的兵马 让人家在眼皮子底下 把一个大活人带出了程具 这就是他说的万无一失啊 老相国 喜怒啊 事已至此 生气也没有用 我们还是赶紧想想办法 怎么补救吧 胡相说得对 老相国 铁键现在由小二看管 要不然 咱们一不做 二不休 庸家侯 太子殿下的心思 你还没有看明白吗 太子殿下为什么 让令狼去看管铁键 一是想告诉我们 太子殿下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还有一层意思 那就是 如果铁键出了什么差池 就会让令狼去敌命 老 老相国 我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对 我告诉冯胜他们 三天之内见不到他们的蟹嘴痘犯 他们这笔烂账 老夫就不管了 我这儿乡立老人 还有朕的天子门伤 混账 死有一股 纵容佳人侵占明天 上下勾结 捕杀进京 鸡灯文蛊 为民请命的国子生和乡里老人 这么大的事情 中书省御史台各省官员 竟没有传出半点消息来 父皇 下民易虐 上天难期 这个案子不能不办 否则 可以向天下万民交代呀 下民易虐 上天难期 那是前朝 我大明朝下民不可虐 上天不可及 朕才吃了几天这 这帮耗子就以为猫是吃素的了 老大 明天就只回大理寺 传真 什么 说了这么多话 口渴了吧 喝了 那 烫了我啊 烫吗 烫就对了 心急 喝不了热粥 你们爷儿俩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案子自然是要办的 你们也得想想吧 开国三十六功臣 除了李先生 天德 刘夫子 还有死去的邓玉 华云龙 和宝儿 这个咱们自家人 几乎全都卷进去了 那在算上 中书省 御史台 地方上的官员 这得见着多少人哪 我大明朝建国以来 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案子呢 办 是一定要办 可怎么办 这可是个大文章 老大 娘 王宝宝女儿的事 你想怎么处置 想好了吗 还有 老四和天德大丫头的婚事 也该办了吧 老四 朕听说 你让老四好好带着老十二读书 这些日子都不出宫了 父皇 这朝堂有时候 比战场更凶险 老四 刚从赛外 跟约人打完仗 再把他卷进来 儿子 舍不得 老四 朕小的时候啊 你徐叔叔 总想着出去学油水 打死都没学会 朕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你才怎样 一脚把他拆到水塘里 虽然咽了个半死吧 却也学会了 你要真是倚重他 那就得历练他 沙场也好 朝堂也罢 他都得学着应对 老大 他老子是皇帝 他大哥是太子 这是他的命 是 听你娘呢 明天啊 叫秦王妃带着阔谷家的丫头进宫来 交给你娘 是 还有 叫徐家大丫头进宫来 多准备些好东西 让你娘赏给她 是 父皇莫怪 儿臣只是突然想起 之前为了贺礼一事 徐家妹子把各位公侯都得罪光了 这次老四误打误撞 掀起来这么大壮案子 更是把各位公侯得罪到家了 这么看起来 他们俩倒是般配得很 把他换路带一下 好 快点 邂途 你 坐在这儿 我你的房子 我只要邂途 不如眦 稳就这儿 火冲赠军 以谢救命之恩 注意台阶 早点回来 我在府中等你啊 是 殿下 请吧 小心护送王妃 是 是 秦王殿下带姑姑还是不错的 她的长处 恐怕就只剩下疼老婆这一条了 母后是真的喜欢徐家妹子 这才几天呀 就又把妹子叫进来了 要我说 咱们也别等徐叔叔了 就选个良辰吉日 把四弟和妹妹的婚事给办了吧 胡说 那可是陛下亲口答应你徐叔叔的 怎么可能说改就改呢 是 媳妇说错话了 你再说了 这么好的姑娘 嫁给老四那个不成器的 够委屈她的了 要是不能够再把她风风光光地娶进来 别说她肯 就是我也不答应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陛下和娘娘辞婚 妙云不觉得委屈 孩子 你过来 这个跟了我多年 你拿着吧 娘娘 带上 不管怎么说 好 不委屈你的啦 妙云 谢娘娘 进来 起来吧 走 导致 你 当年见到王家妹妹 只知道她这人才已是世间罕有 可一见这姑娘 竟然把王家妹妹都给比下去了 海别的容貌都是俄吉给的 俄吉的容貌胜过海别十倍 俄吉 就是海别的娘 这姑娘说得对 作为子女不管在哪儿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 姑娘 让我进去 公主 宁国 你做什么 宁国见过母后 大嫂 二嫂 小嫂 你 就是那个 北园公主 一字中二不闭小二不闹 二不闹 咏 一字中二失 备好了吗 快了 快了快了 背给我听 是其所以 关其所由 查其所安 人烟 人烟 人烟扫灾 周腦子你 四哥 你干嘛呀 人家大本堂都歇课 就你天天把我抓回来背书 还敢顶嘴 说说 孔圣人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圣人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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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看他做了什么 弄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 做了之后想要干什么 才能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你要出了宫 跟人打交道才不会被别人骗 兔崽崽 四哥 四哥 听你这个话 难不成你这次出宫 还被人给骗了 我揍你啊 看吧 被我猜中了 也不是被人骗 四叔 四叔 熊云 你怎么来了 快去御马场 快去 御马场 去御马场干吗 小姑姑要和二嫂家到 北岩公主交量马术 大伙都跟着去了御马场 好 您管 冯耀伦 熊云 我也是你说 熊云 熊云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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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四哥 四哥 快 快素天 快快 快 快快 快快快 Breat了 快快快快 ا confiance 幸好谁先跑到十圈谁就赢 这还没跑到一半呢 被人追上一圈了 人家现在是第九圈 二妹 七圈还没到呢 好 太厉害了 上 他的棋数你都赢不了 我还要帮你 他只剩下一个台 儿子 不 我 他只剩下一个台 呢 他只剩下主 母后 女儿输了 姐姐赢了 赢国 惜福口福 母后 我想让姐姐进宫教我骑马 好不好 好不好嘛 阴绕 别胡闹啊 母后 别胡闹 母后 你就答应我嘛 母后 要不您就答应了阴绕吧 干脆让这位姑娘在您的宫中做个女官 一来有个照应 二来也可以教阴绕骑马 好吧 多谢母后 谢母后 老二家的 就这么定了吧 谢谢 谢母后 谢母后圣恩 起来吧 谢母后 谢母后 不行 杀不得 一个小族也敢指挥军国大使 主司狼 禀大将军 这二人曾向标下控告来与侮辱民女 亲点 大哥 你都从得出来当大头兵了 你们家还请得起促使丫头 有啊 我媳妇啊 你还娶得起媳妇 同样媳妇 朱皇帝让自己的四儿子和徐达的大女儿定了亲 你们都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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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驾到 太子殿下驾到 五十个人 太子殿下了 这она汗 后面忍去 哈哈哈 定位 yn 这她的 来 殿下 爱妃 辛苦你了 殿下 对了 今日在御马场 尝试跟母后说的那一番话 是你教的吧 不是的 殿下 你骗不了我 他没有那样的胸襟 也想不出 那一番说辞 母后说 要转告你 他谢谢你 这都是母后的错爱 这不是错爱 母后原本也打算 把王宝宝的女儿留在宫中 母后最担心的 就是常识 不只是母后要谢你 故意要谢谢你 殿下 殿下既如此说 臣妾斗胆 想跟殿下讨个赏赐 赏赐 请殿下选几个师傅 在东宫给他们兄弟 另开个小书房 殿下 不可吗 也不是不可 这 男子出入宫境多有不便 这样吧 就返请岳丈代劳 在东宫 为雄英允文 开盟读书吧 你觉得怎么样 臣妾的父亲 这 这有何不可 顾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谢殿下 爱妃 春宵一刻值前景 你 周大人 胡相 那宋国公让我告诉胡相 兄弟们这些年攒下的家底 全在这儿了 还有胡相交代的 去草原联络傅友德他们几个的使者 也已经派出去了 好的 那 那胡相答应我们的 那件事 等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胡相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皇后娘娘今天刚把 王宝宝的女儿留在了宫中 燕王和魏国公长女的婚事 也在筹备之中 这 这给我们的事 善待公主 那是为了鸡迷王宝宝 光就是出不至于 炫政 NS 为了安抚许达 你想过没有 陛下为什么 zn Etsy 平息草原的战事 为什么 陛下 要查我们的案子了 十一八九八 陈 吴维勇参见陛下 是南京城要塌了呀 还是王宝宝已经过了黄河了 竟要朕的中枢所成 兴业进城啊 陛下 中枢省刚接到密报 河南屠杰上报说 宋国公冯胜 郑国公长茂 永家侯 朱亮祖等一干公侯 在淮西河南 朱棣 寝夺良田 不法横行 请 证据确凿 请陛下明监 这些不争气的 这些东西 左征以为此事该如何处置 陛下 臣以为现在前方正在打仗 不亦咒姓大狱 但此事干系重大 不能不办 不能不严办 不能太严办 最要紧的是 不能由陛下来办 不能不严办 又不能太严办 那该怎么办呢 左长 说来听听 陛下 陛下 大王 发生了什么事 大王 那哈处的使者 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说一遍 开元王让小人禀告王爷 王爷所部 被公使牵制 无法如约 前来与大王会合 大王 牵制 说 他被多少明军牵制住了 领军将领是谁 部足多少 齐兵多少 明军的先锋 现在到哪儿了 你们打了几仗 伤亡又是多少 这 你主的手下有二十万人 可占之兵不下五万 而明军的精锐 全在他徐大阵里 还有谁能牵制他 就辽东都司那点兵马 他那哈处只要派出一员偏将 率一万青旗 对付他们 那是绰绰有余 男儿不话 你回去 告诉开元王 就说本王知道了 是 等等 还有一句话 一日 他为明军所勤 莫忘了 今日所为 是 是 徐玉达的身后 是属不经的城墙 壮丁和良铁 而本王的身后 却只有这一片草丸了 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 也是时候 该给身后配种了 大王 本王应该 让男人们去放牧 让女们去赶簪子 挤牛奶 生孩子 让母马 去生小马军 是 这仗 不能再打下去了 大王 哪儿不话 本王累了 本王 真的 真的累了 我哪儿不得了 是 那儿不得了 是 你哪儿不得了 我哪儿不得了 我哪儿不得了 你哪儿不得了 现在要去哪儿了 你去看一下 你们 竟然把黄转村弄丢了 要你们何用 姐姐 姐姐有身子的人了 千万不可动气 来 先坐下来 休息一会儿吧 叫人去找了吗 找了 四弟 大哥 嫂子 你怎么来了 是我让人请四弟过来的 休音平时 与四弟最要好 四弟 燕儿去你那里了没有啊 没有 都别跪着了 赶紧去找啊 是 回来了 小殿下回来了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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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的耳朵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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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耳朵 疯儿 我的耳朵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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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 你胆子好大 你怎么感觉他这样 回太子妃 海别是从草原来的 只懂得草原的规矩 在草原上 不管是谁的孩子 犯了错 就要罚 你还狡辩 放手 你去哪儿了 太子殿下 小殿下刚才偷溜到了御马场 我给您带回来了 有劳公主了 欲不拙 不成妻 公主说的是正理 四弟 嗯 替姑送公主回去 是 公主请 英儿受伤了没有 周婧英 小殿下 你这一跪啊 老夫作为你的开盟师傅啊 就瘦了 给师傅磕三个头 算是败事礼 知道 为什么让你磕三个头吗 因为你有三错 一 他们玩厌学 二 让父母和长辈忧虑伤心 三 连累无辜 侍奉你的人受罚 你知错吗 雄莹知错了 很好 来 起来 允闻 过来 殿下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进去了 有劳阅长 走 上课 走 上课 赶紧先下去吧 奴婢参见太子殿下 什么事啊 回太子殿下 陛下宣太子殿下回五英殿觐见 你回禀陛下 顾这就过去 是 殿下 你呀 律师 臣妾在 送太子妃回去 是 姐姐 回去休息吧 嗯 喂 走那么快干嘛 有些日子没劲了吧 最近怎么样 进了宫住的还习惯吗 最近啊 南京天气热 你要觉得在屋里闷的话 你就和我说 我和运游今天打个招呼啊 让他给你屋里送几块冰过去 男女有别 还望殿下自重 什么 自重 喂 是我 我是朱子郎 对了 倒是忘了恭喜殿下 恭喜 听闻殿下不日就将大婚 还别在此 先恭喜殿下 老东西了 老东西了 你娘生你的时候啊 我还在军中 收到信啊 马上就跑到李先生那儿 跟她讨了这支笔 原本是想着 你将来啊 开盟用的 可那时候事情太多 想着想着就搁下了 你没落到 就给雄英吧 爹 儿臣替雄英 谢过父皇 行了 今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不用太放在心上 雄英跟允文不一样 她本就是飞扬跳脱的性子 但该管还是要管 也不必要太拘束她 是 子仁 也不是让你一味地纵容她 是 要是都成了老四这样的脾气性子 你敢把大明的江山 将来放心地都交给她呀 是 儿子请记 话就说到这儿吧 说正事 胡文雄给朕出的那个主意 你怎么看 儿臣觉得很好 若是父皇以拿定的主意 严办此案 他的这个主意 便不值一提 可若是父皇还念及 与诸位公侯的昔日情分 他的这个主意便是极好 由他来戳破这个农创 再由父皇搏家惩处 如此一来 既敲打了各位公侯 又让天下人都看到了 父皇绝非刘邦那样 采忌功臣的严苛之主 再有 还有啊 还有 出了这么一桩事 将来各位公侯再有犯禁之事 即便是父皇要严惩 怕也是没有人 能说出父皇什么不是了 还有吧 还有最后一条 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中书上 御史台都难辞其咎 刘姬那里且不必说 韩国公这个手下 怕是做到了头 父皇 韩国公乃是他的伯乐 这么一条计策 既保全了父皇的颜面 实则 又保全了怀西 给自己扑了路 还不忘自污 这个胡为庸还真是能干 能干得让儿子 心里发寒 是 既然怎么能干 那就没有不大用的道理 儿子明白 你的老太神今天入宫了吧 是 于是想给两个孩子开盟 宫中向来不许男子随意出入 还是自家人方便些 他 他 怎么样 他学问不错 操守也好 前几年在礼部主管国子学 举荐了不少国子生出去 儿子也问过礼部考工郎中 他对这些学生在地方上 官生还是不错的 可若 论起历才 做个礼部尚书尚课 如今做礼部尚书 也是勉为其难 天地玄黄 宇宙红花 日月盈刺 陈秀列招 盘来书网 秋收冬草 赞于潮岁 绿与调阳 很好 今天就上这儿吧 谢过先生 今天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下次再考课的话 先生就要拿这个教训你了 知道了 先生 撤 好 好 好 大将军三思 我军骑兵若持援两胎 正面的阔阔若有异动 我军将困手大营 请大将军三思 请大将军三思 大将军三思 这是军令 末将领命 军将军三思 原人只是在周围来回打转 将军一到 他们马上就撤走了 为而不公 虚张声势 上当了 快去请大将军 是 快 来 大王 真想给徐达留一坛子酒啊 大王若是小送 末将车就去办 我看你 是看新闻多了吗 撤击 撤击 这一仗终于打满了 李文忠 标下在 立刻召回傅佑德他们 通知各营 准备办事 标下领命 下官见过两位侯爷 众位将军 说吧 侯爷 下官冯震宝 乃宋国公府出身 奉宋国公之命 给各位将军 带了条消息来 诸位 边塞奏报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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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王宝宝率军北撤 我军大胜 不几日魏国公 就要率军凯旋 明天奉天殿 大朝 吴等 诸大名鹤 诸天子鹤 为大名鹤 为圣天鹤鹤 我军大名鹤 确实是 好 三个 好 三个 妙云见过娘娘 劳动娘娘亲你 妙云 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哪儿来这么多虚礼啊 娘娘 叫姐姐 姐姐 海别见过娘娘 见过娘娘 见过烟雾 徐大小姐 这位是卫国公府的大小姐 徐妙云徐姑娘 这位是布亚伦海别 秦王妃的侄女 尚公局 思言思信任的点言 见过徐大小姐 妙云 见过公主 走吧 我给你选的那几件旗服 真是好看极了 让新娘子自己选积服 是不合规矩的 可咱们女子 一辈子就嫁这么一次 总得选一件自己喜欢的嫁衣吧 姐姐 你看你 还害羞了 姐姐 不用这么着急的 还不急 徐叔叔不久就讲凯旋 妹妹和四弟的好日子 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时候还不急 太子殿下让我帮着母后 操持妹妹和四弟的婚事 妹妹就当帮我个忙 赶紧挑吧 来 你看这件好看吗 还是里面那件 吕氏 母后那里的事情太多 常事又有身孕 再说 这些事 她不会做也做不来 吕氏是上百年的旺族 做这些事情 吕氏确实比常事更合适 可你千谋忘记 长幼有序 嫡術有别 她毕竟 只是你的侧妃 是 儿子谨记 老大 老大 明天的朝会 父皇放心吧 那边的事情 儿子都已 安排妥当 等我的消息 和尚恭送福祉 敬候佳音 哎 老大 快 老大 走 我 老大 走 了 你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 陈胡威庸有本起奏 胡威庸 你懂不懂规矩啊 大朝贺不亦是 陈走胆 今日之大名 有富州之忧 胡威庸 陈在 朕问你 今天是什么日子 大喜大贺的日子 你是不是觉得有徐达他们在前面打仗 朕一时高兴 就忘了怎么杀人吗 陛下 陈并非威言耸听 陈近日在中书省 接到淮西 河南官员的奏报 诸位勋贵侯爵 在凤阳一带 横行不法 陛下 宋国公冯胜 纵容佳人 侵吞百姓良田上奸井 永家侯朱亮组 嗜酒妄杀 不守法度 长修侯耿炳文 私战婢女 废坏法度 百姓怨声载道 导致 吴悠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可告诉你 当今的天子 不是汉武帝那等毒夫 用不着张汤祝福宴 老相国严重了 此次尚未报天子知欲之恩 下则是为了韩国公 我等一干怀惜文武 找一条体面的出路 老爷 来 慢点啊 来 好 慢点 那坊间疯传的燕王将证人铁楦扮成小沙米 从开封带回南京 也与你无关 老夫子 来来来来 你就别再装糊涂了行吗 这是你定然是脱不了干系的 那父子说有 那便是有了 我说大师啊 你是大师 应该是为民祈福 祈求国泰民安的 天下现在才太平了几年啊 不要再生事端了 父子 您说到小阴王 何尝我 我好些日子没见到他了 他最近在忙什么呀 忙娶亲 娶亲 娶谁呀 魏国公徐达的长女徐妙云 陛下 要让小燕王做徐达的女儿 此事如此好笑吗 福子啊 您认为不好笑吗 福子 别的王子何尚我不敢说 对这个小燕王 和尚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他绝不是池中之物 福子啊 今儿和尚把话撂在这儿 这个燕王殿下 将来他不是大明的长城 就可能是大明的祸胎 海边 你知道吗 当初 其实我也不想嫁给朱霜 朱皇帝是何等的精明 而他却那么地笨 读书不行 习武不行 我看 就连让他上草原上去放牧 他都能把自己饿死 但是我却只能嫁给他 就因为他是朱皇帝的儿子 朱皇帝是何等的精明 而他却那么地笨 读书不行 习武不行 我看 就连让他上草原上去放牧 他都能把自己饿死 但是我却只能嫁给他 就因为他是朱皇帝的儿子 海边你要知道 大明朝有一个太过精明强干的太子 可哥哥 却没有一个可堪大任的继承人 所以 这是你 是我 是我们博也台家族的女儿 掏不掉的宿命 你父亲来信了 他说你和我 已是他最后的指望 父亲没事的时候喜欢骑骑马 你们让下人们盯好了 他已经不再是年轻的时候了 还有烧鹅 烧鹅 我再说一遍 让爹少胖那个东西 尤其是你 大姐 你这还未过门呢 怎么就当自己是庄家的人了 你这小妮子 大雀姐 燕王 燕王来访 燕王 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 一个人 指名要见大小姐 还不快收拾一下 福寿 备柴 是 赶快备查 是 燕王怎么会来啊 过门前 我是不能见他的 是不能见面 又不是不能见人 来人 拉一扇屏风过来 是 你呀 燕王殿下 你姐姐呢 我找的是他 小女徐妙云 见过燕王殿下 不知殿下此来 不知殿下此来 我来 就是想和你说一件事 我过去就不打算娶你 现在也不打算娶你 将来还是不打算娶你 所以 了解联姻之事 就此做吧 告辞 我来 站住 增寿 好 大姐 替我送燕王殿下 燕王殿下 请 是 告诉和府上下 不得外传此事 是 是 解人太甚 二哥 你赶紧进宫 求见太子殿下 姐姐刚刚交代了 大姐是大姐 大姐大度 我们不能不提她出这口气 嗯 备马 参见燕王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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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太子令 请燕王殿下 东宫一见 一边 二边 七边 八边 五边 七边 二边 三边 殿下不能再打了 一鹿一鱿 我是打出个好歹 你告嘴 一鹿一鹿 二鹿一鹿 二鹿一鹿 一鹿一鹿 二鹿一鹿 二鹿一鹿 二鹿一鹿一鹿 大哥 求求你饶了四哥吧 大哥 你走开 进去 大哥 你就饶了四哥吧 大哥 天下五十鞭心一闭 四哥 四哥 五十鞭心一闭 天王先生 三月春一天浓绿夜凉 七月七初染黄雨佳凉 十月秋如飞花蜜 这是我第一次打你 也要记住 天家无私事 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由不得你胡来 只要你还姓朱 只要你还是大明朝的皇子秦王 这就是你 你我的命运 人间有意 牛逼抹痕迹 纵然事迟无期 难尽如人一 帝小姐 帝哥 帝王帝小姐 帝王帝哥 你醒醒 帝王帝哥 这些人有意义 你如雨 你不能再打四哥 父皇 起开 父皇 父皇 真的不能再打 起来 父皇 父皇 真的不能再打四哥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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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风入体 你能不能说着点 这能听得懂的 是 禀皇上 燕王殿下的外伤太重了 亏得殿下自有喜好弓马 打熬得好筋骨 不然 说呀 臣 臣已经写好了方子 每副药用文火熬上 这不是来让你讲病理的 怎么说 燕王已无答案 是 只是 需要多疆养些时日 下去吧 谢皇上 臣告退 宣太子 宫宫殿下 宫宫殿下 都下去吧 是 clergyman 数七五六六七道 爆妖功 五千奇 我不能听她的 真确看过老四了 你下手可够狠的呀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她是你最心疼的弟弟吗 你是真想把他打死是不是 二臣教训的不是自己的弟弟 是陛下的皇子 陛下说过 燕王是二臣最终爱的弟弟 正因为如此 二臣更不能由着他胡来 长兄若父 二臣对燕王的期望还在陛下之上 若陛下狠不了这个心 这个事 就交给二臣来办 陛下自己说过 他的长兄 是太子 他的父亲是皇帝 这都是他的命 你都想好了 你都想好了 是 请 是 是 是 不是 不是 他 二臣查过了 不然的话 就算被父皇责罚 二臣也要为老四退了这门轻事 可是曾寿那小子 封止进入大本堂 陛下 达皇子读书的功臣子弟中 救出表哥家的九江和曾寿 与四弟玩得最好 虽 近日来往少些 但 交情还在 不是妙云 不是曾树 那会是谁呢 来人啊 快放我出去 快来人啊 有没有人啊 快放我出去 快开门 有没有人啊 我快饿死了 快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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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燕王 死燕王 掐死你 掐死你 你们都对 你们都有别人 你们都是我的错 小妹已经 禁足十天了 快来 我让你读的书 你都读了吗 读完了 背 背 背不谋遵 书不见亲 大姐 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读寒诗外传吗 就是为了让你读懂这八个字 她嫌弃我 这笔账我自会和她算 你跟着妙锦瞎掺和什么 大姐 大姐 我们是看不下去 亏我原来还能跟她玩到一块 可这回那小子她也太 这桩婚事 本就轮不到我和她做主 你只要明白这一点 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再说了 她闹出这么大阵仗来 就算咱们和府上下一言不发 事情就能瞒得住吗 到时候陛下 还有太子殿下 自会给咱们徐家一个交代 你们这么火急火燎地闹起来 事情就一点转换的余地都没有了 到时候太子殿下是不办也得办 就算太子殿下他嘴上不说 他心里能不生戒弟吗 那毕竟是他最疼爱的弟弟 幸好这回折腾的是妙锦 你只是个明火执障 要不然气量狭隘 不能容人 这八四朝鱼 你这辈子都躲不掉 到时候回大都督府 你还待得下去吗 大姐 得礼不让人 那是沙场 平日里与人相处 要切记得饶人处且饶人 爹说过的话 我看你都忘了 大姐 增收知错了 知错还又能改 去 把寒诗外传第三卷抄上五遍 错一个字 从头再来 是 大姐 我听说是听宫里人说 陛下要把燕王洗风难抄 我听说是 什么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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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去求求大哥吧 就在干吗 四哥 你不会真要去南昌吧 隋道吧 他那么喜欢替别人出主意 我自然全都得听他的 他姐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四哥 大本堂马上就要开课了 你还不赶紧过去 快去 四哥 驾 四哥 那个人是谁呀 是老四吗 回娘娘 是的 母后 时候不早了 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可以回去 你去看看永温 母后难得有些闲暇 媳妇 回去吧 你去哪儿 是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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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四哥 四哥 事后你的人呢 我打发他们回去了 打发他们回去了 那你 我又没找他们伺候 你来干吗 四哥 徐叔叔打了大胜仗 明天就要回京师了 父皇已经下了令 让大哥带着百官交迎 明天肯定热闹了 你去不去啊 不去 四哥 你就去嘛 四哥 你就去嘛 你还有事吗 要是没事 你就自个儿回去吧 我累了要睡了 不是和你说了吗 奉太子令 送给燕王殿下 几本书 陈弟 恭领太子令 多谢 招呼 快快请起 大将军 八面威风 大将军 请 请 请 恭请大将军凯旋 恭请大将军凯旋 胡夏 这畜生不懂事冲撞了胡大人 在相都里能乘船 胡大人 不会跟我这一介五夫计较吧 不碍 不碍 长江侯 要我说 都怨这个畜生啊 这平时骑在胯下东西 今天还想骑在人的头上 二位侯爷 胡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话说 有辟酒 胡相请说 请 太子请 请 请 来来来 这折煞老臣啊 日中则则 月盈则石啊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而旷乎人虎 世间之事 善始不义善终由难 这是千古不义之理呀 还望二位 谨记 谢谢胡夏 你们 受教了 到 走 后队变前队 起驾 走 好了 小姐 姐也不说话 她鬼鬼祟祟的说什么了 身子骨比以前更差了 别听她的 你爹我现在跟以前一样 每顿饭还能吃两只烧鹅 喝一斤老酒呢 烧鹅 不 我的意思是我每顿能吃两只烧鹅 可是我一口都不沾 坐 女儿 说正事 爹还是有件事情要问你 到底 还想不想嫁燕王呢 你如果不想嫁 爹明天就跟陛下说 秦王殿下的侧妃 是魏国公的女儿 秦王殿下的郑妃 是永平侯的女儿 与功臣家约为婚姻 乃是陛下的规矩 那又怎么样 这关系到我女儿的终身 她自己管不好自己的儿子 却让我女儿去受这般苦 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 爹 慎言 什么慎言 你要是不愿嫁 我明天进宫 就把这门婚事给回了 爹 还是看上那小子了 燕王这次随爹北征 爹觉得怎么样 这小子还不错 这小子还不错 在你祝伯伯这些儿子当中 就属他 脾气秉性 太像他老爹了 可是孩子 陛下能听皇后娘娘的话 那因为他们是多年的患难夫妻 当初郭子星冤枉陛下 要不是皇后娘娘陛下的性命就丢掉了 所以 你和冤王 爹 你放心吧 女儿收拾得了她 收拾 陛下和皇后娘娘如何相处 那是陛下和皇后娘娘的事 女儿和燕王如何相处 那是女儿自己的事 再说了 这 燕王折腾出这么多事来 女儿 总要有点答复才好啊 不说了 爹明天还要进宫 早点休息 不急 女儿 老爹明天是在变店面军 变店 您不是大捷了吗 让阔阔全身而退 这本身算不上什么大捷 爹 外面传的都是真的吗 陛下真的要整治怀惜 别管这事儿 有些事情操心多了 没好处 陈临阵失机 致阔阔从容萧顿 此意 朝廷兴大兵十余万 耗费钱粮无数 然 未能离庭扫穴 接陈一人之过 请陛下 言则 走 胜败乃兵家常事 更何况 爱卿 先行保住了梁队 免去了战败之余 也可说是有功啊 如此 功过相抵 不赏便是 陈文治国者 以奉法为重 法若不行何以夫人 奉臣乃庸采 全赖陛下赏识 为以重任 本应建勋以报陛下之恩 如此 失劳未功 皆臣之罪也 请陛下 责罚 罢了 既如此 那这个忠书右相 你就先不要再奸了 三朝以后 自己去大都的府 交了印符 归府辞过 谢陛下 魏国公的错 已经议过了 你们在怀惜河南 做下的那许多好事 也该说说了吧 天下出定 朕便论宫行赏 封公侯搬铁券 赏众路传子孙 但尔等不可谓不厚 尔等竟敢纵容家奴 冒犯国典 岳飞 帮你 把你帮 把你帮 朕与清等 今日铁网深明律令 各意谨守其身 延续瑜伽 已称朕始终 保全之意 齐目有久 其一 凡内外各指挥 千户百户 朕无辨总 齐小齐等不得私授 公侯金箔 一物钱物 受者 杖一百 罚海南重军再犯处死 公侯愚者初犯再犯 其免罪服过 三犯免死一次 奉命征讨 愚者受者不在此先 其九 凡功臣之家 不得收诸人填土 及朦胧头献物 为者初犯免罪服过 再犯助之奉给一半 三犯停其路 四犯与庶人同罪 初犯免罪服过 一次性给二十几个侯爵记了过 爹 看来陛下这一次 当真是动了真怒 不过话说回来 这魏国公 当真是一手好饨会 故意露出个痛脚给陛下去抓 既免去了功高不赏之忧 又躲过了朱将的怨气 要不然朱将接受罚 就他一个朱将拔了彩头 那倒真成了众矢之地了 自作聪明 阔阔偷袭梁道 表面上是阳功 可是 局势稍有不大 阳功就会变成奇迹 若是梁道被断 那大军 倾可间就会变成完败之举 大将军 弃险胜而求不败 这是多么果敢决绝 这岂是你们赵阔马肃 能够想明白的呀 儿子于罗 父亲责骂的事 至于说韬汇 那陛下和大将军之间 还用得着这个吗 满点儿吃 别噎着 验子 这回委屈你了 不委屈 当初咱们为什么倒反呢 天高皇帝远 民少相公多 一日三遍打 不凡带若何 我大姑娘老先我贪嘴 为什么贪嘴啊 那还不小时候饿呢 粮食填土 那是老百姓的命 甚至老百姓给的俸禄 还瞧了一名目 百般盘剥 这样的狗官 就一个沙子 没二话 现在不杀 今后也得杀 说得好 天德 来 干了 天德 你最喜欢吃的菜来了 谢谢黄老 那个 天德 还有件事啊 你说咱家老四那个 咱们说这话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这桩婚事咱们是 是定下来的 改不了 咱呀也是真喜欢 未来的儿媳妇 老四那混小子呢 咱也替你叫训了 咱打的他十天下不了床 怪事 这儿咱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对吧 别跟我说话 吃饭吃饭 好 好 毕业 好 毕业 好 毕业 我饱了 真的 饱了 对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对 谁没年轻过呀 谁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点小心子啊 谁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点小心子啊 就说你当初吧 还不是喜欢过刘彩儒家四小姐啊 当了大将军之后 还派人到凤阳 吐儿 吐儿 我饱了 饱了 我也来一吐儿 我饱了 行了 回吧 陛下 臣妾有些好奇 刘彩儒家的四小姐 还请陛下 给臣妾讲讲 回宫说话 我饱了 海边 你入宫也有些时日了 宫里的这些个贵人 你怎么看 皇后待人温润如玉 却又心细如发 时是个大只若鱼的人物 这后宫中有这样一个皇后 宫里的妃嫔 到底生不出什么事来 东宫这太子妃长室 是个直性子 有什么心事从来都藏不住 倒也不足为惧 外朝现在热闹得很 大都督府那边 朱皇帝一口气 贬吃了二十一个后爵 中书省里头 礼善长治事 胡威雍敬畏中书幼孝 就连他宝举的那个图结 也因为举发勋贵不乏有功 卫裂欲使忠诚 朱皇帝真是要土工纳心 就是这个意思 那徐达呢 你父亲这个老对头 倒还真是个妙人 自己找了个由头 让朱皇帝免了中书幼孝 又交卸了北征大将军的执思 如今 只留一个魏国公的虚险 日日在家荣养 这么说 那徐达也治事了 像李善长那样紧闭府门 不见客不义室才叫治事 这个魏国公 虽说不再管朝中之势 可他为之寝宫的一干北征降左 朱皇帝却一概照准 这岂不是有趣得很呢 张执愿 张执愿 大公主 公主 末将听到一条消息 圣佑那贼 也在徐达的宝举名单上 太子已经下了命令 调他入侍卫清军当职 太子殿下有令 他在书房里逝时 无故不得擅闯 让开 殿下不可 让开 殿下 让开 叫他进来 准递参见殿下 有什么事赶紧说 父皇还等着我呢 听说殿下要拔着圣佑 确有此事 此人熟知北市 是个人才 殿下 圣佑此人哪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卖主求人 摇尾起连 这是臣弟亲眼所见 那又如何 对了 姑让你读的书 都读完了 读完了 我看你是压根就没读懂 拿着 里面卫武三召令 先抄上五十遍 等我明白了 才来找我 是 老四到底还是肯去找你了 不是找 是行尸问罪 他让我 不要用圣佣 这臭小子 饥饿如愁 行侠仗义 这也不是坏事 你是怎么做的 儿子找来卫武三召令 让他回去先抄上五十遍再说 卫武三召令 好 好啊 老大 对眼下的朝局你怎么看 外监都在传胡为庸 刚正不恶 执法不必权贵 一众熏贵望风披靡 只是 这些人连父皇的话都敢不听 又怎么会听胡为庸的话呢 这些日子朕一直在想啊 当年才撤检教是不是仓促了些 父皇 想重设检教 你怎么看 你查此窥探百官 那是武则天才做过的事 臭小子 我告诉你老大 你老子加上你也不过四只眼睛 总有看不到的地方 或者说是有人就不想让朕看见 这么说父皇已经拿定主意了 剑教那名字不好听 朕又给他们勤起了个 好听点的名字 把案子上的书卷拿来 是 锦衣卫清军指挥室 对 好听吗 锦衣卫 老板 嗯 哦 你更不得了 拿起来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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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还走 陪姑出去走走 你还在怪我 臣弟不敢 你不敢 是不敢 臣弟只是觉得 做陛下的儿子 做殿下的弟弟 都太累 知道累是好事 总好过你以前 那么没心没肺 卫武三召令 都读懂了 自国授命 及忠心之君 异常不得 闲人君子与之 共治天下者也 及其得闲也 谁让你背了 我是问你 独没独懂 惊天下 得吾有 辟贺怀育 而钓鱼卫兵者乎 又得吾 稻草受惊 而位于无知者乎 三召召令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为财事举 不论德行 怎么 你不认同 大哥 在大本堂的时候 宋先生李夫子都讲过 君子无才 愿胜小人 夫有行之事 未必能进取 进取之事 未必能有行也 陈平歧睹行 苏秦 骑手信也 而陈平 定汉业 苏秦记若焉 你说的那些君子 有几个能有这样的本事 是啊 陈弟说不过殿下 是啊 你只是说不过我 老四 你刚刚跟我说 你累 你知不知道 父皇一天只能睡上 两个半时日 一年十二个月 除了过年 和他的生日 才能先上两天 这几年 我帮他分担了一些事 他一天也只能再多睡 半个时辰 父皇不累 我不累 你刚刚跟我说 用人要守重德行 那我问问你 一个人有没有本事 就让他做做事 就能看出来 可人心难测 事中事间 谁能分得清 难道说 你真把他的心挖出来 看看是红是黑不成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天下的官员千千万万 你去翻一翻十七史 三代以来 有哪一朝哪一代 是真的能做到夜不庇护 路不迟疑的 话虽如此 我们也只能勉励去做 你累 和父皇比起来 哪怕和我比起来 你也配说累 不过是不许你退一门亲事 不过是挨了一顿打 你瞧瞧你的德行 像是被人打断了脊梁骨 你就这点出现 我就不跟你废话了 两条路 要么 你就在江南高瑜之地 做一个逍遥的王爷 从此 与徐家的婚事 就此作罢 不过 你再也不要来南京了 大哥 要 留下来 做我的得力毕住 做一个魏大明 束手边疆的赛王 不过在这之前 你要先娶了徐家的女儿 何去何从 你自己选吧 你自己选吧 至约 有志 至约 金策魏国公徐达长女 妙云威燕王妃命清等 持节行礼 拜 来 你不想去 我不想去 打电话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 你把奖势 我 拜 拜 拜 星 有志 赴福 跪 宣册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 朕闻自古帝王 慎俭淑德 以襄内政 自耳徐氏 乃魏国公徐达之女也 孝敬姓成 淑仪宿住 今已册宝 立尔为燕王妃 其上洪姿孝养 克赞功勤 冒本之异业之修 左宗庙为新之寺 亲哉 受册 尘女徐妙云 谢陛下隆恩 拜 来 星 历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家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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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胡乡 冯大哥和弟兄们让老朱过来就问你一句话 你让咱兄弟们做的那些事 请罪也好 退田也好 弟兄们都做了 可你答应冯大哥和我们兄弟的事 啥时候才能兑现啊 那件事情 还是要少安无躁啊 说 胡乡 就算从耿大哥 傅大哥 从北边回来的日子算起 都几个月了 弟兄们可是听了你的劝 才向陛下低的头 你可不能 永家侯 本相要是不提醒你们 你们敢向陛下不低头吗 我 好 快啰嗦 啰嗦说 那 那可不一定啊 北边还有个王宝宝 南边 西边 陛下又能找我们兄弟的地方 还多着呢 胡乡 永家侯 就凭你刚才这句话 涂大人就可以揍你一个 邪功自傲 藐视朝岗之法 你 你少给我砸黑转啊 老朱和弟兄们的爵位 都是自己一刀一枪挣出来的 陛下要是打仗 离不开我们这帮老弟兄 永家侯 本相愿意跟你打一个赌 不出一年 陛下就会让三王就藩 接掌军务 永家侯 快啰嗦 快啰嗦 陛下 现在就想让皇子们 接掌军务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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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如何是好啊 这 这有什么如何是好啊 你回去以后 给宋国公和那些王侯带句话 一切事情稍安勿躁 陛下让你们怎么做 各位就怎么做 不出一年 本相答应过你们的事情 自然会兑现 胡相 您说 这永家侯和宋国公他们会不会 您是担心他们怕了陛下 从今以后 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了是吗 可毕竟皇上已经对他们 不是网开一面了吗 网开一面 你觉得那面铁榜上 有初犯免罪四个字 陛下 陛下对他们就会是高高的抬起 轻轻的放下 这 土大人哪 你醒醒吧 陛下为什么 贴出了一张铁榜 那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初犯免罪 可二犯三犯 便要免官 消绝 流放 杀头 陛下这是在告诉天下的人 那些王公的棉丝铁券 废了 这 不管用了 是 胡相 陛下其人哪 严刚又足 宽人 不够啊 你指望这样的皇上 念你昔日的 功劳恩情 那就是与虎谋疲 你以为朱亮祖是到我府上交账的吗 是冯盛让他来的 是让他试探我 还愿不愿意留在他们这条船上 朱亮祖只是一意接我的父 但冯盛富永德他们 是一群难得的聪明人 他们知道 陛下暂时没有对他们动手 但是会对他们一直不会动手吗 所以他们要更加地抱团 让船上所有的人都不能下船 还要拉更多的人上船 唯有如此陛下才能投鼠济气 他们才能够暗一时啊 既然大人想得这么明白 那当初 为何还要趟这趟浑水 冯盛他们要自保 温馨啊 何尝不想自保啊 你们几个动作麻利点 小心点啊 把他摆齐了 走 慢点 你们小心点 好 慢点 好 慢点 轻点放啊 把那边弄一下 弄着干什么呀 进来呀 慢点 进往那边 好 山水相依 共渡朝夕 树木相依 同相亲 行同路和亲之礼 你我相去 互曾醉意 天地生去 星星相夕 红颜孤立 不显鸳鸯甜蜜 明月妒忌 不去离愁寒意 孤君偶依 不愿终生叛离 痴迹难遇 简然笑咬勇可泣 作喜落日 流无迂回 陪伴今朝也不眉 你我同印一江水 在每一个神丁相会 来日艳阳荡汇 复位 拜 星 拜 星 平身 至位 参拜旧姑 跪 拜 星 拜 在每一处风景 星 拜 星 静早立 平平安安 早立贵子 四哥在哪儿 我要找四哥 四哥 再乱跑 给我绑起来 皇上驾到 父皇 父皇 父皇怎么来了 你呢 你不好好在东宫待着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儿臣 父皇 老四 是儿子带大的 他小的时候 就跟老十二现在一样 总缠着儿子 他每次来找我 从来不等通报完毕 就自个儿闯进来了 都十二年了 不管是在吴王府 还是在宫里头 我们两兄弟 总是在同一个屋檐下 可如今 儿臣再想见他 就没那么容易了 儿子们都长大了 能帮着朕做事情了 可一个一个的 也要离开朕了 父皇 老大 朕跟你说过的 咱们家原来定的是金户 年年给衙门交金子 可金子就是再多也有采完的那一天 可衙门不管这个 到了日子就上门追逃 咱们家没办法 只能从老家逃了出来 到外地 给田中家开荒 辛苦几年 这刚把一块地伺候熟了 心思着 能过几天好日子了吧 天主就要加租子 一年加 两年加 年年都加 直到加的把咱们家待不下去了 就接着讨荒 就接着给人家开荒地 然后就是 再加租子 然后就是再讨荒 你爷爷你奶奶 忙碌了一辈子 死的时候咱们家连果棺材都拿不出来 我和你伯伯到那个刘才处家门前 跪了整整一夜 求他能赏一块 就能赏这么大一块地方吧 怎么也得让你爷爷你奶奶 有个安身的地方 可就这么点地他都不肯 你徐叔叔说得好 粮食 田土 老百姓的命 老百姓没有自己的田 那就是跟咱们家当初一样 给大户人家当店户 不肯 辛苦劳了一年 吃不上几顿饱饭 死了 连块埋骨头的地也买不起 蘸了一壶的地 就是害了一家的命 是 朕去过历代的地方庙 从祖龙到您老子 您说说看吧 开国的皇帝换了多少 为什么要改朝换代 不就是因为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吗 朕不想为难自己的老弟兄 可朕更不敢为难天下的老百姓 所以啊 朕就是再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们 也得把他们丢出去 让他们看看 民间的疾苦 也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守业不易 守成忧难 将来好帮着你 守好这大明的江山 父皇 再过胳膊时辰 老四那小子就要入洞房了吧 他做的那些事 我看这洞房 没那么好远 我看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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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 看这儿 还不可以 我看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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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让我睡定着 请殿下用寝 你让我睡定着 王妃 今天可是我们的大喜日子 你难道不向本王行忠公之礼吗 今日是燕王与燕王妃的大喜之日 却不是殿下和臣妾的结发之日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殿下 真的想娶臣妾吗 殿下若真的想娶臣妾 那当日就不会讨婚 之后更不会登附巨婚 殿下娶臣妾 不过是因为殿下是大明的皇子亲王 必须允许陛下为殿下选定的王妃 殿下自己 又何尝曾把臣妾当成过自己的妻子呢 所以你才让我睡地上 既然殿下 那么久没有把臣妾当成自己的妻子 那臣妾自然也不必把殿下当成自己的丈夫 等殿下 何时把臣妾当成自己真正的妻子时 那时 臣妾自会侍奉朕妻 要是我不答应 那臣妾便只能怪自己看错了人了 殿下若是要用墙 那臣妾也毫无办法 毕竟这里不是玄武湖的中军大仗 打不了殿下似是大顾 放心吧殿下 放心吧殿下 臣妾当时 并没有看到殿下 在军棍下威武不屈的样子 只不过臣妾当时听说 殿下在喊 要北征 不娶女诸生 说起来 臣妾刚刚 还跟殿下少算了这一笔章 对 军棍 没错 我承认 我是逃了婚没错 可大将军 不 岳章大人 也打了我四十军棍 这事算扯平了 殿下是欺臣妾无知吗 臣妾没记错的话 殿下挨那四十军棍 是打得冒名投军之罪吧 殿下 您是皇子 是亲王 便是这么敢做不敢当吗 殿下 还有一事要劳烦您 你说 请殿下 帮臣妾摘掉我这头上的缝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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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殿下 该去朝见父皇母后了 请殿下更衣 来人啊 奉天承运 皇帝制约 北原虎氏寄于朔方 北平天下所悦 兵驾必争之地 今令魏国公徐达出镇北平 择日启程 令秦 晋 燕 三王赴凤阳炎武 以备就藩 凤阳龙兴之地 今哀鸿遍野 怨声载道 朕之痛甚 令御史终成图结 赴凤阳 主持熏贵清退田产之事 以正视听 亲哉 陈刘基 由本起纵 启文 启禀陛下 臣缠绵病榻 久不理事 不能替陛下分忧 此乃 臣之不孝 兰台 为国之药金 不能空悬日景 故 臣请辞御史终成一职 告老还乡 望陛下 准云 朕当年情力招揽的 四位浙东夫子 叶辰先生走得最早 张义先生洪武二年去世 宋连先生 头几年就养老归乡了 如今 如今 刘夫子也要 也要走了 父皇 老大 在 你和老四 替朕跑一趟成衣伯府 老四 告诉刘夫子 你就说 就说 说朕 谢谢他 儿臣 领迟 太子殿下 来 请 请 请 好 太子殿下 我知府里面日日煎药 满是药气 怕不恭敬 我们就在这里说话吧 好 太子殿下 燕王殿下 请 请 先生归乡后 还请安心荣养 总有 起父之日的 太子殿下 恐怕陛下 让你带来的话不是这一局 先生还真知父皇肺腑吧 父皇 要估转告先生 他说 谢谢先生了 我 陈与陛下相知二十年 臣感恩陛下 太子殿下 请坐 燕王殿下 下面的话 是老臣 要跟太子殿下说的 先生请假 陛下以为 国之根本是民 臣不敢忘义 然 司马是善待读书人 衣冠难度之后 才得以存半笔江山 赵宗养师 赵宗养师百年 靖康之难之后 过脉才得以延续 所以陈与为 史大夫 读书人 这才是国之根本哪 多谢父子提点 姑 一定谨记 您 您 鸟在说什么呢 阿弥陀佛 天下太平 好啊 父子说 中书生是一口棺材 那如今您辞去了 这个御史中城 那御史台 不也成了一口棺材了吗 刚才的话听见了 父子 刚才那位太子殿下 那可比小燕王老到得太多了 当今皇帝 后继有人哪 老四 刚刚刘先生说的那些话 你都听懂了吗 刘先生说 多谢父皇 还有 父皇也说多谢先生 父皇 谢先生什么 那先生又谢父皇什么 二十多年来的辅佐 先生谢父皇让他荣归故隶 先生那里算你说对了 父皇那里你只对了一半 一半 父皇谢先生是二十多年的君臣相知 先生看出来 父皇对胡威庸不放心 父皇对胡威庸不放心 那为何要把中书和御史台都交给他 中书长日常政务 兰台主纠合百官 中书省御史台从来都是对的 父皇若是对胡威庸放心 你想想看 又怎么会把这两个地方 都交到他手里 父皇想知道胡威庸是个什么心肝 嗯 正是如此 所以父皇才拔着了图杰为御史忠诚 还让他去主持清退田母一事 可御史忠诚向来都是二人 若先生还在御史台 不管是图杰还是胡威庸 都会有几分忌惮 所以先生才在这个时候提出请辞 父皇怕也只有这个时候 才会准先生请辞 这么说话 累不累 是累 老四 你要记住 所谓查其言观其行 查其言可比观其行难上太多 有时候他想告诉你的 恰恰是他没有说出口 有时候他跟你说的 恰恰是他希望你以为事情就是这样 太累了 大哥 父皇这些年都是这么过的 那以后你 我还用以后呢 现在就是如此 还好我不用当皇帝 要不然以后光猜这些 就得累死个人 臭小子 这种话也能随便说 不说不说 对了 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跟你说 开春了 过上几天 随姑出城 踏青去 踏青 周英文 你怎么这么调皮啊 大哥 四叔 四叔我想骑马 四叔 语文 想骑马 好啊 你爷爷 是个马上天子 你爹以后也是个马上皇帝 你呢 要当一个能文能武的好皇帝 熊英 还不谢过四叔 谢谢四叔 乖 怎么允文 你也想骑马 嗯 好啊 元文 想骑马跟四叔走 四叔带你骑马 好 走 别老整天读书 以后啊 又要骑马又得读书 长大了好好辅佐你大哥 嗯 殿下 殿下 元文身子骨太弱了 并且 他生性喜尽 这 你就让他随四弟去吧 有时候不光只是读书 熟悉一下兵士马术 也是好的 嗯 带他溜一圈 把背挺起来 老四 干吗呢 磨磨叽叽的 比比啊 叫熊英骑马呢 走啊老四 有日子没跟你较量了 行啊 走啊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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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这老四也是一时星级 我们派人过去 找到田主 陪他不就完了吗 你懂什么 正强好胜 马大秦苗这是小事吗 除河日当午 汉堤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啊 回宫 说好了你要来看我的 可我现在还没回到青田老家 你就要先跑了 去哪儿啊 凤阳 凤阳 父子 都皇帝的经 比和尚练得好啊 和尚要去黄诀寺挂丹 再好好修修佛礼 还是不死心啊 我不劝你了 我也劝不动你 此地一别 我祝你心想 是不成 多谢父子吉言 父子也多多保重 就此告别 父子 保重 快洗手 洗完手 来吃我做的麻油豆腐 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 时候不早了 店家饿了吧 快过来吃饭 好 今天这菜怎么都这么素啊 陛下既然要殿下去做百户 殿下 虽然就要有个百户的样子 至于臣妾 殿上是亲王 臣妾便是王妃 殿下如今是百户 那臣妾 就是殿下的百户妻 粗茶淡饭 不知道殿下 会不会吃得不习惯 这有什么不习惯的 当初我跟着岳父打仗的时候 那一会吃得就不错了 我这次一去 恐怕要有些日子才能回来 你在京师 臣妾一向母后请了旨 这一回臣妾与殿下同去 同去 嗯 王妃 这次本王去凤阳 可是当一个屯田的小族 你若同去 那又如何 臣妾刚说过了 殿下是百户 是否 臣妾就做殿下的百户妻 既然是百户妻 那自然就要有个百户妻的样子 殿下 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我 臣妾斗胆问一句 殿下 是不能讲 还是不想讲 不能 臣妾 谢殿下 谢我 殿下 若是不想告诉臣妾 那便是说 殿下 仍将臣妾视作外人 殿下若是不能讲 那便是说 殿下已将臣妾 视作自己的妻子 臣妾 民干五内 多谢王辈 多谢王辈 好吃 原来 主任 优优独播剧场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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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武 大人 这是你们百户所 进来的百户 朱四郎 你还跟原来一样 接着当你的总旗 大人 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我要盛世百户的 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来干吗干吗去 出来乍到 好 张总齐 给我 走 请问这位兄台 严 严王殿下 铁楦 锦于清军都指挥使司 市百户 封阳府 还远线支县铁楦 参见指挥副使 快快快 这雨下的也太大 快快掉下来 现在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对策 快点 没办法 只能先等雨停了 快点 快点 你先回去吧 好 抓紧 怎么又停了 回大人 河童说 还连日大雨 前面的土拔塌陷 河童堵了 那还不同数数据 我们这是去北平的军俩 再有时日 救不清了 雨太大了 上不了宫啊 须得到雨停了 地方上的老爷 才能争目民夫下河清淤 少说也要等上三五个月 大将军的军令 一个时辰都等不等 三五个月 那时候我们都是死人了 那该怎么办呀 来 拿着啊 好 拿好 快点啊 拿好 拿好 今年有粮食吃了 拿好 拿好 拿这个 好 兄弟们都加把劲 来 加把劲啊 好 拿着 来 来 给你 上 来 一会儿给我 等这批粮食今天入了库 这个冬天我们就不愁粮食吃了 好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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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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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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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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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传令下去 召集所有的兵丁 精壮的编程军 老弱的送回北平 再有 屯田来不及收割的尽数焚毁 北平全程戒严 派精兵把守城门和各个要道 口令一日三患 凡事擅自闯入者 立斩 是 慢 传令下去 为所军事 凡父子兄弟聚在军中者 许其择一人回属北平 明白了吗 明白 别碰 将军 大将军 铁骨琅 元人军那边 能用得了这种剑的 也只有阔阔的贴身试骂 Aber Dd indeed 那边 拿 US 而我们算已经破取猕 embarked on 很不大 北平承轩部政史司右参政王志 见过大将军 免礼 王参政 大将军 你是管都粮到的 本将军问 这城里的粮食 还够支撑几个月 回大将军 若按诸位三分束手 七分屯田的规矩 原本还够六月之用 如今原人禁犯 按照大将军的军令 已有数万囤兵改为数族 日常衣食都得按战时备用 要是曹梁再允不过来 再过三个月 城中仓里就要见底了 王参政 大将军 现在那些空着的粮仓 要派人打扫 维护养护好 不要因为没有粮食 就把它荒废了 过些日子 南边的粮食就到了 如果粮仓出现纰漏 本帅可要违你试问了 是 可大将军 南边的粮食 曹运不是断了吗 这是军务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辉将军 江南的粮到北平 若是走不了曹运 便只能走陆路 陆路水路损耗不同 粮食到了之后 晓杀的日子也不同 夏官若是不问清楚 又如何结粮呢 朝廷下诏了 令山东河南树省 改由陆路运粮食 两月之内 南边的粮食就到了 你们这边 就照此安排吧 是 给陛下上奏表吧 上奏表 是啊 昨天 咱们刚刚说了 两个月之内就有粮食过来 缺了那么大的牛皮 咱又圆不了 那不只能求救于陛下了 等等啊 西天德 你少咱们咱们的 空口画大饼呢 那是你 这事你少给我撤去 这事你怎么看 我军缺良的消息 估计现在早已经摆在 扩扩的案头上 是啊 又是探骂君孙 不清楚 但我清楚 朝廷的底细 我军的虚实 扩扩它是了如指掌 本事还清楚 再过两个月 如果没有粮草运过来 我军就有大麻烦了 陛下要估今日过来 就是想问问诸位 北平的军粮 什么时候 才能运上去 禀殿下 朝廷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勋贵们 亏空的粮食 也被陛下赏给了当地的百姓 再加上豁免钱粮 户部的二十所粮仓 已有十五所建了地 刚刚运往北平国库的 那一批粮食 你是京仓的最后一批村粮 朝廷一时半会儿 拿不出粮食了 苏松那边 胡夏 天下财富半出苏松 江南的税负原本就中 既要贴补军臀 又要指引军需 那儿 又是张世成的旧地 如果再加富 百姓 运河呢 运河淑郡的怎么样啊 禀殿下 运河淤色已飞一日 胡夏十日前便已搬令 将宋王北平的军粮 改为镇粮 就地募集民夫 输郡何道 可就算把所有的粮食都拿上 所募集的民工 不过两万人 而要全部输郡 当不下五万 朝廷 若再拿不出钱粮 公布 也难为五米之锤 王妃之前交代 说是平日里用的铜镜坏了 让我们留心 若是有上好的铜镜 便收了承进来 请王妃品鉴 乌兰涂雅 公主 赏她 是 赏 谢王妃 谢王妃 下去吧 你们也都下去吧 是 是 你烦心血 总算没有白费 太好了 把明君金书饿死才好 到时候大王会师难下 肯定所向批命 早就不指望了 倒是你 以后这样的话少说些 这里毕竟是男人的警示 不是兄长的妄章 是 公主 茶子来报 废剧 陆仲亨 还有兰玉的扶上 近来也都多出了些生面孔 算上废剧和陆仲亨 在进宫红的扶地里 就都已布上了这人的眼线 连兰玉这种削了绝备的人 都没放过 这人 怎么神通广大的 皇城罗族走马成寿 能如此行事地 在这南朝京畿 哪还有第二个人 进宫 驾 驾 海别 有宋一代 皇城司就速遭诟病 恭敬素卫 刺探监察 权柄之众沉疗侧目 你听说过简教吗 简教 你不知道也不奇怪 那是诸行帝的探子团 咱们探马军司多年来的老对头 外则广不耳目刺探群雄 那则亏是百官察人阴司 朱皇帝几年前赐死的那个杨县 当年便是简教的时候呢 当年 那现在呢 朱皇帝登基前就把简教裁撤了 要当皇帝了 多少要比打天下时更在乎名声些 姑姑的意思是 朱皇帝是重设了简教 皇帝 罪不忍欺瞒 皇城司再糜烂残客也从未见废 懦弱如赵家天子尚且如此 更何况当今在上 朱崇罢 从来就不是个对大臣放得下新的皇帝 那 姑姑打算怎么做 烧了北平的君臀 对着大明朝不过戒选之急 要成雷卵之位 臀茧之举 这颗君臣相宜的种子 不但要种下去 还要时常地松松土浇浇水 让他早些抽芽才好 可这些日子 每天记迷在这深宫之中 纵然有心 也实在难以施展开手脚 说你的办法 李锦龙 李锦龙 他回京后去了大都督府当值 参赞北县君武 可他毕竟是个外臣 招他入宫 还是要好好计较一番才好 其实也没那么麻烦 草原上的鹰 若是看到了地上的黄羊 那是每天都要来几次的 人也一样 心中有了惦念 总有安纳不住的时候 妹妹 见个姐姐 怎么没看见语文啊 读书去了 读书 刚才我在御马场见到了熊鹰 莫不是又跑了 没有 家父偶然微样 边放了兄弟一天假 可也不能这么便宜了语文哪 妹妹 秦王殿下那儿 进来可有信来 信倒是常来 可那话说得越来越不像话了 怎么 他说陛下常说 皇家子弟要文武兼修 所以才让他去凤阳演武 他还说 还说 还说什么 他还说 等将来我们有了子嗣 可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教育 千万不能被那些功臣子弟给比下去了 功臣子弟 曹国公世子李景龙文武兼资 是公侯里公认的新一代将主 又是咱们家里人 将来的秦王府世子 总不能连景龙也比不过吧 妹妹 快喝茶 嗯 你看这个做什么 臣妾是想看一看 然后再请父亲 给熊英和俞文讲一讲 讲这个 你不是一直不让俞文习武的吗 殿下 臣妾是不让俞文习武 不是不让俞文织兵 说得好 不可习武 但不可不织兵 如果是到了 亲王都要拿剑自保的地步 那我大明朝 殿下慎爷 你的主意啊 是好的 可你想过没有 岳章大人学的是圣人之道 你让他教熊英语文兵法 那岂不是乱点鸳鸯谱 可惜啊 老四去了凤阳 不然的话 他是最好的人选 四弟 若是从自家亲戚中找 也不是没有别人 谁啊 殿下忘了 咱们家亲戚当中 还有一个小将中 太子令 古之师道 莫难言诗 天子之师 尤为甚之文 曹国公世子景龙 文武兼资 尽大内诸皇孙 学业偏制 特命李景龙入宫 教育皇孙 叛尔正色善言 课尔正色善言 课尔正色善言 臣李景龙接令 谢太子殿下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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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表哥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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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边的仗打得怎么样了 北边的仗啊 打得可精彩了 想听的话 回头表哥慢慢跟你说 现在就说嘛 参见殿下 参见殿下 参见铁大人 让我倒露得不狠心 都听你的 大人情 卢家妖妹 是朱家妹子呀 快来快来 来了 大妹 你不看妖妹怎么了 妖妹 你快回来 还能怎么了 有些事呗 快回来 你说 这妖妹和张五本来好好的 要说这张五也是 本来要生百户了 却让人给顶了 又说梦话 百户是你说说就能做的 张五要做了百户 这婚事啊 可就没这么多波折了 你们听说了吗 年前哪 皇帝老子那些熏贵圈田占地 卢家老爹气不过 还要去应天告狱状呢 可不曾想 这蛇在半路了 那跟妖妹和张五合适啊 你到底怎么想的 看上张五的 是卢家老爹 如今卢家是老大做了长辈 他能给咱们亲家的啊 现在田地清还 卢家老大就是想用妖妹 换几亩肥田 虽说是妖妹有情 张五有义 这就叫棒打鸳鸯 可怜哪 陈一九 在 清还西龙 两亩肥田 谢大人 张百六 在 清还东龙 四亩 一芬简田 铁搭 两奉 谢大人 邱长五 在 代理厘长 楼车 庚离 西树点青 府庚的黄牛 莫要挑选啊 草民 谢大人 诸死了 在 拿着单据 带着他们去领东西 是 草民 谢大人 陛下有诏 凤天承运 皇帝诏曰 而等去了凤阳 将那熏贵霸占的田母 一一拨还百姓 寻步到原主的 交给那移民屯肯 若还有余 就拨给朕的军事 熏贵们欠的税 都酌他们补足了 拿来给朕家乡的百姓 奉扬的钱粮豁免三年 布告中外 闲时语闻 王上 王上 臣斗离耻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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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里夹击 宋经事 是 还没来得去问你 这个锦衣卫当得怎么样 来 谢王上 回殿下 非常之水用非常之法 锦衣卫之手 绝非正途 好 打着各种旗号 在暗地里制产业 还有养鸾童的 若不是设了这个锦衣卫 朕还真没想到 朕的这些大臣 在朕的眼皮的底下 竟还搞出了这么多的花样来 凤凰 非常之石 可用非常之法 可这个锦衣卫 即便是父皇将来不裁撤 儿臣迟早 会把他撤掉 朝廷 自有朝廷的理智 天下 也自有天下的法度 小子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这话你留着吧 这话你留着吧 父皇 有家好 朱亮总父子 敢思通阔阔 来 来 这是天德 还有你表哥 给朕呈上来的密报 还说锦衣卫无用吗 看看吧 这就是朕的功臣 来 北县军粮一事 中书省已议了这么久 还没商量出个法子来吗 殿下 臣有一策 方可能解燃眉之机 就是用盐换粮食 让商人们 把粮食运到天德那儿 拿粮食换盐饮 再回来换盐 听上去倒是个法子 吃个好法子不假 可要是用了这个法子 朝廷这几年的严税 就指望不上了 你说今后 难免有个天灾 有个冰祸 朝廷该怎么办 就用这个法子吧 你想想啊 人家的孩子在边塞 为了老朱家的江山 拎着脑袋拼杀 老朱家万万没有 让人饿肚子的道理 来人 在 全太子 人家的村民 全都想想 快去 来 乡亲们 王上有旨 行开中法 拿盐换粮了 乡亲们 王上有旨 行开中法 拿盐换粮了 王上有旨 行开中法 拿盐换粮喽 来 盐换粮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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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给我拿个那个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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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脸 拦住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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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很酷 听你这意思 凤杨是没法开忠了 凤杨离北江太远了 运河淤塞 水路走不了 走路路 损耗又太高 得不偿失 再说了 这凤阳的粮食大多都是军屯 陛下旨意里说得很明白 军屯的粮食绝对不得开中 朝廷的岁数 光是两怀的严税就占了两成 若是开中了 朝廷可是少了一大块镜像 开中本身就是利弊共存 朝廷只要权衡得失即可 那你说说 通过开中 朝廷能得到什么 边疆静明 殿下 朝廷为何要开中 一句话 北县缺粮 这开中之后 北县我军补给充足 以魏国公之能 臣敢断言 不消一年 必得大解 好啊 没想到你现在 也精通识货之术 也精通识货之术 殿下 臣若是有这般本事 也用不着剃成秃子 从开封城里逃出来了 这都是听我师父说的 臣只是照葫芦画瓢而已 你师父 嗯 这和尚也跑这儿来了 这个老和尚 不好好念经 今天若是有空 不如好好想一想 怎么照顾好自己的下属 下属 我的 我今天在市集上 见到了张武 张武 那小子 他在低声下气地求人 买他的粮食 殿下素来喜读冰书 无其损用的典故 就不用切再说了吧 这儿不是咱百户大人吗 这儿不是咱百户大人吗 听说你在街上丹臂蓝鲸马 听说你在街上丹臂蓝鲸马 我想见识见识 小的只是一介草民 哪敢冒犯上官 还请百户大人 恕罪 你若赢了 这就归你 曾灵的 你若走 真是 我也要 另外 你若你若有 你若你若是 你若你若是 我 你若你若你若我 你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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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若我 你若你若我 我们若你若你若我 你若你若我 佳阳 十月秋如飞花蜜 情长 一月一时起伏起梦想 淡淡夜来 一人绝归言又成行 随随竹烟 此就灭 泪烟在相望 狂阴四千 人间沧桑 春秋寄往平安乡 天地有心 飞云落与去 又见江山有情 时莫容枯雨 碎末的钟声响起 游几东风快已成废墟 人间有意 留笔墨痕迹 纵然世事无尽 难尽如人意 太古的风吹起 炊意似水流年 天花落去 天花落去 中文字幕里有机会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